因為不同的交通需要 它會做不同的轉變 那我們今天的路行 事實上符合今天的需要 但是回到文資跟交通兩個優先次序來論斷的話 如果能夠限定保存 也能夠解決交通問題 我覺得關鍵還在文資能夠被妥善的處理 也就是限定保存 那基於這樣子 我想可不可以秀一下 右邊秀方案5 那為什麼我用方案5來談 因為在現有的左邊的這個規劃裡面 方案5跟左邊的這個幾乎 唯一的差異 這是方案5 當然這邊沒有很漂亮的這個視覺的變化 但是我覺得兩者之間的差異 其實關鍵就在這個通路 事實上各位可以想像 這個部分完全跟這個部分一樣 那這邊有一個訊息就是 山井原來的位置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在方案5裡面 可不可以放到那個比較表 第11頁 簡報的第11頁 比較表裡面有幾個訊息 我覺得需要被更正 就是那個方案的比較表 好 那個下面的這個消失 我想齊柔精神是沒有消失的 因為對於牽移案而言 其實齊柔還是重置的 那對於山井留在現地而言 其實齊柔完全沒消失 那右邊的這個部分其實也是 下一頁 好 那我看兩個方案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 其實最大的差異其實是 方案5會讓山井變成孤島 這個部分我等一下再說明 也就是這邊講的 不亦民眾親近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對的 再來是這個部分 山井倉庫與台北車站 歷史周邊的連結性 我覺得沒有消失 因為它在現地 而且還保持著 原來的那個空間場域的精神 所以回到剛剛的那個比較大的部分 我來講一下我個人的一個看法 方案5 剛剛那個比較大的圖 為什麼我認為方案5可行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剛剛前面提到的 就是我覺得在一個變動性跟一個永續性的一個議題上 我們在做決定的時候 方案5這個部分 其實關鍵就在這個交通的變化 那雖然我很期待我上次提到的就是交通減量 從8線道變到6線道 但是我用方案5的意思就是 好 那今天我們還是考量8線道 所以這兩邊之間的差別 就是有一半的部分從後面繞 那我必須說明的就是剛剛的那個比較表裡面 唯一唯一不一樣的 就是我們的方案跟方案5最大的差別就是 這個部分就是山景變成孤島 跟北邊的這個規劃裡面的 下城市廣場之間的連結 那就我個人而言 如果連結留在現地 這個連結被中斷 對我而言其實就是一個紅綠燈去處理這個部分 這個連結 這個等待 基本上我覺得從文字保存的角度來看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說如果我們要選擇這個遷移的話 如果這個房子可以維持在原地 這兩者之間我們做一個選擇的話 因為方案5的影響 相較於山景的遷移 我覺得對於文字永續的處理而言 我覺得方案5 我可以接受 就是在不動的狀態之下 我們去調整這個路形 那當然剛剛交通局的同仁其實也報告到 就是我們其實未有9公分的這個問題 但是我覺得從設計的角度來看 這個部分其實都是調整 那速度從40變38 剛剛那個憲惡老師其實也提到了 這邊其實是一個風景優美 視覺空間場景 其實是如同上次簡報裡面提到的 就是以人為本的 那其實讓速度變慢 其實對這整區其實是有好處的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影響其實跟這個部分的影響其實不大 所以如果9公分跟50公分跟1公尺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過去交通解決的方案裡面其實也有看到 那我個人認為這個方案比目前我們看起來所有的方案評估之後 我個人認為其實是最可行的方案 那我不知道這樣子的說明會不會有一些討論的那個價值出現 但是我一直覺得其實因為我們其實是從文資的角度在思考這件事情 文資確實是永續的 那剛剛前面的討論裡面其實有提到回覆到清代這件事情 那事實上我們今天保存的觀念其實是一種比較屬於preservation 就是凍結式保存 那它其實所尊重的精神就是其實歷史發展過程當中其實不是只有一個時代或一個斷代 其實是有價值的 那這個部分我必須講 台灣文資保存在20年前 30年前可能是復原式的保存 那我覺得其實是今天的角度其實是一個動態的保存 所以不同時期的建築物其實都有它存在的價值 它見證不同時期的發展 那未來會不會是妨礙我 那我個人覺得 我覺得它可能是一個可以思考的方向 那以上我個人的意見提供給各位委員參考 謝謝 這個委員的這個發言 那麼其他還有委員要提供意見嗎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 就剛才因為我們今天等於是說 有兩個部分的處理 一個就是說我剛才請教的 就是在整個這個文化景觀 它在提到剛才在秀到全面的部分 我們也非常感謝這個文化局跟相關的同仁 尤其是這個 那麼多的委員 那麼到現場去做這樣的一個現刊 那麼以現在的這樣的一個現刊的歸納 跟我們整個提到的程序 今天又回到這個委員會 那大家對這個文化景觀的這個提到案 那是不是同意依照這個原來的這些規定的程序來進行 也就是說如果大家沒有意義 那麼我們現階段 大家的這樣的一個現刊 跟各位的觀點 就按照我們最提到的程序 我們可能就是要決定 不予登陸這個文化景觀 我還是再次的回頭請教各位 各位委員 對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其他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確認這個部分好不好 就是說文化景觀的這個提報 我們整個程序 那麼處理到今天 然後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做定案 那第二個部分 還是回到這個 這個剛才中文的討論 那我們也是非常感謝就是說 這麼多熱心的朋友 那麼今天一次比一次的這樣的一個關心 那麼今天也提供了很多具體的意見 那麼在提供意見以後呢 那多位委員也有一些想法思考 那再次就是說 我們在整個山景的這個 這個歷史建物的這個保存 我剛才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保存它是一個最大的一個原則 跟這個宗旨 所以在這樣的情緒裡面 我們還是要在這個委員會 來做這樣的一個審議 那委員會的這個制度 大家經驗 都比我還沒問題 就是說 委員會它還是 這個委員審查 拿著這個共同決議為主 那剛才也有像幾位委員這樣的一個發言 那我們是不是說 其他委員他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現在我們等於是說 這個正反都表達了意見 就是說 有贊成這個選擇的方案 那麼就是說 就是說如果說我們這個一致來重組 但是怎麼把它做到文化的這些文資的保存的意義最大 那麼剛才有幾位委員 尤其像這個黃委員 他是明確提出來就是說 這個建議是可以思考 就是說 限定的這個保存 其他的方案 我們再來做這樣一下 那當然無庸置疑 就是在場的這些關心的民眾 他是堅決主張 就是要限定保存 所以我想就是說 整個綜合來講 我還是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委員會他還是可綜合做一個決定的方法 那我們是不是要請大家 來這個指導示一下意見 也就是說 我們今天還是等於是說 剛才也有委員提到 就是說 我們這個案子 在歷史監務的保存 那麼他還是要做一個原地或遷移的 這樣子的一個宣傳 那選擇完以後 那麼後續 大家也許就可以去做這些方面的一個後續處理 好不好 那大家看有其意見 有沒有 就是綜合大家的這樣意見 如果說 我們做成就是說 我們先以這個 遷移的這個方案 就是遷移之後的重組 如果以避震的方式來處理的話 的確是可以達到一個標的 就是有一天如果需要再遷回來 我現在談的是 純粹就技術工程的一個角度來看 比如說 新北樓火車站 太多的人希望A 太多的人希望D 但是都希望是 如果有一天 如果現在先去D 有一天可以回到A 或者是先到A 有一天回到D 那就整個 我從委員的身份來講 我覺得如果是遷移之後 重組用避震的方式 的確可以 有一天又回到原來的地方 第一次 因為我自己有參與都委會那次的審議 都委會那次的審議 都委會那次的審議 就像今天大家都說了 我們是不是要全部回覆到哪一個年代時候 事實上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在都委會的委員 清楚的說 沒有什麼叫做永久路行 如果我們把20年 30年 50年 叫暫時的話 我重申 如果是 拆解 一致重組 是用避震的方式 的確留給 多年後 不要在現在 往東51公尺 要回到原來的地方 那的確是有一個 相當大的彈性 以上 好 其他委員有沒有建議 這樣子 我還是做 跟大家做最後的這樣的一個報告 就是說 綜合了兩次的這樣的一個會議跟討論 坦白講 就是 你一定要做到一個選擇方案 讓大家能夠接受 現今這樣的一個狀況 再走它10年8年大概也是很困難的 可是我們也要有大家 能夠在探討的空間 就是說 我剛才 雖然跟大家來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綜合來歸納的話 如果說我們選擇 這個 一致來做最大的保存 跟綜合的發展 那這個東西今天 大家一定也還需要去做思考 那我如果說這樣做綜合的建議 你看各位委員能不能接受 就是說 我們 暫定這樣的一個方案 那大家來看看就是說 如果 不反對 這個一致 可是 怎麼做到更好 那未來能夠有更好的對待 我想這是剛才 揭露委員的這樣的一個意向 那或者是說 我們暫定這樣的一致 未來有沒有更好的對待之外 是不是它真的會有很大不可回覆 那麼尤其剛才委員也提到一個 文資保護 它也要兼顧這樣的永續性 那這樣的一個致命的 不可回覆的衝擊 我們是不是 再讓委員來做個思考 因為 我是嘗試建議一個方向 綜合大家的一個討論 那總是有一個方向 那麼大家來聚焦討論看看 那如果不行 那我們就又回到 行 我們就定案 所以我就說 我剛剛強調就是說 我們很理解 在場關心的民眾 他堅決的 要主張 原地保留 那但是經過這樣的聽取以後 我們也理解 就是說 在場的委員 確實也有提到 原地保留的這個建議 但是我剛剛講就是說 我們非得 有一個綜合的一個歸納 那麼 我們具體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那大家來思考看看 就是說 在 綜合整體的 不管是 這個101年的這樣的一個審議 那麼在北門意向的形塑 現地環境跟這個交通 歷史建物的保存的意義 能夠綜合來考量的時候 我們建議大家一個思考的方向 就是說我們今天 暫時建議大家 朝這個方式來做思考 但是如果說 有能夠做好的更好的方案 就是說 能夠在未來的對待 那麼能夠更好的話 那我們 我們 下一次會議再來提出來 就是說 今天暫定這樣一個方向 或者是說 我剛剛講的 他有致命的 致命的傷害的時候 那我們 也還可以來做 要不然的話 我們每一次都在這個兩個方案 這邊 一直去做這樣的一個平行思考的時候 我剛才講的 有100個人在討論 他不可能有100個答案 這是比較麻煩的 務實上 當然最後的狀況 我做主席一定要負責 就是說我想這一部分 我只是請求各位就是說 我們 來有一個專業的思考 但是我們今天 根據 所有的這些準備資料 跟旁聽民眾的意見 我們做這樣綜合的一個建議 那他只有幾個原則了 就是說 我歸納大家 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說 剛才我提到就是說 不反對一次 但要有更好的方案 或者未來有更好的對待 我想這是 應該是就是說 我們思考的一個原則 那不疑 那是不是他有他其他的這些 可親性的問題 可是剛才這個委員也提到 可親性也有其他的替代解決 那這些東西都留在我們 在做深刻的思考 那麼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在原則上面 根據大家的這樣的一個意見 就是短期 他無法 限定保存的話 他未來 整個規劃 也應該把限定保存 定位為一個 中長期的重點工作 並完成必要的準備 這也是剛才有 委員能夠提出來 當然我們在上一次會議 也討論到 2050 他的回復的相關限定的紀錄等等 那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在思考 提供給大家 做參考的一個原則 那麼第三個就是說 在北門意象的這個形塑 彰顯 那麼山景立物存在 歷史建物存 這個保存的價值 那麼剛才也提到 相關的直接廣場意象的呈現 在交通局也做了一些相關的回應等等 我想這也是 值得提供大家 在做這個 進一步思考 聚焦思考的一個參考原則 那麼第四點就是說 剛才有委員提的 也更具體 就是說 如果我們反向從北門廣場 在推導思考路行的規劃 再到山景的保存 那也能夠兼顧城市美學 我覺得這可能也會是一個 很重要的參考原則 那麼第五點就是說 在整個倉庫 山景倉庫的重要性 它除了建築跟產業之外 它位置也許可以有彈性 那麼山景倉庫這個 遷移活化以後 那麼它必須要有一個交代 具體的規劃 這跟剛剛講的第一點是類似的 我們要更好的這些對待 那麼再來就是說 剛才在工程的規劃裡面 關於這個委員針對這個防震 在未來如果是重組的呈現上面 它是會能夠來兼顧的話 那麼山景倉庫 不管怎麼講 基於什麼原則 我剛才還是強調 它必須有綜合的考量 如果說我們單點的去思考 那麼它是很難去做決定的 那可是我們也必須兼顧剛才幾位委員 包括關心民眾 還是到現在為止 都是堅決主張要原地保留 這個把它列為第八點 請大家來思考的這樣原則 所以我想就是說 以上這樣的一個思考的原則 我是綜合兩次會議 給大家做了這樣一個會整 我們都把它列入今天的這個會議紀錄 但是我以主席歸納大家的一個共識來講 我還是建議就是說 我們初步的建議的結論方向 如果說做一個一致的這樣方案的選擇 把未來做到更好 我們來接受各位委員在進一步深入的思考 那如果大家同意的話 我們還有下一次的會議 這樣的話可能大家再仔細思考以後 可能大家心理上或者是說在實務上 都能夠想得更周延 我們不管做任何的一個決定 我們不會去妨害或者是終止 對山井倉庫歷史建物未來的努力 不管是原地的保存 不管是我們一致的這個方案 我們都會在做持續的探討 尤其各位委員跟關心的民眾 他都會有貢獻的這些機會 那最後我還是要跟各位委員報告就是說 上一次會議已經 跟大家來報告 我們文化局會跟這個外界的關心民眾 文史團體的代表 建置一個未來文資保護的一個良性溝通的平台 所以整個制度上面我們都會來探討 包括重大的這些文資的議題 我們在未來大家能夠趨移的狀況下面 怎麼再永續跟平衡兼顧城市的發展 城市的美學歷史文化的這些保存的意義等等 他要怎麼來做 現在大家爭議比較大的就是說一直質疑的焦點大概就是說 你到底是要先都市計畫的審查還是這個文資的審查 還是重大爭議要回到我們的聯席審查 這個我都不會來做檢討 我跟你講這個是跟大家來做附帶的報告 今天即使不能夠讓大家滿意 我們還是希望說未來持續的努力 能夠讓委員滿意 能夠讓全體的市民都能夠滿意 我還是再次的建議大家 以上八個思考的原則 我們大家來思考看看 如果他正向思考能夠做得更好在哪裡 如果負面是堅決反對 他要堅持在這個部分 那我們應該怎麼樣來做這個思考 可以支持大家好不好 我想這樣的建議看大家同意 那同意的話 我們還是跟大家再來聯繫 我們下個禮拜 我們再次禁足的召開 好不好 大家思考 他在 對不起 我中文就不放 所以聽得不太清楚 今天的決議到底是什麼 就是說我們今天做一個暫時的決議建議 就是今天沒有定案的決議 但是決議的建議是說 我們採用這個疑似來做重建 然後做文資的這個保護的方案 對 對 好不好 因為今天討論的好像不是這個方向 應該 今天應該 不要 不要 可以喔 應該平手 裹下來 對 兩面都好的方案 應該找出來 對 對 應該說 我剛剛建議說我們應該原地保存 然後那個張婚政委員 他說方案五 我是非常的 非常謝謝他 就是他剛剛講說方案五的這個 方案五可以考量如果是原地 我就覺得很好啊 這個方 這個部分可不可以也是做於我們今天決議之一 就是說原地保存 然後方案五 然後來考量 因為我不太懂建築或道路 但是剛剛張委員張教授所講的 我就覺得 對喔 豁然開朗 我就覺得 我跟那個劉委員 我們兩個人的意見一樣 就是說方案五 如果原地重建 其實我們應該考量的不是錢的問題啦 你看看以前我們把北門弄在那裡面 然後弄個高架路 現在過了幾年不是拆掉了嗎 會覺得莫名其妙 所以我是覺得說 這個道路交通的問題不會比文資重要啦 文資是沒有就沒了啦 所以這一次地震好多文資沒有了 很多人痛哭流涕的 我們中央開文化庫的文資會議 也很多人很難過 文化已經沒了 我覺得我們要這個方向去考量 這個才是永久的 我們的文化精神才是重要的 我是非常非常的希望能夠再考慮 那文資法的規定是 文資委員先開會決議 然後都市計畫等等是配合去修正的 這是非常確定的 否則不用立定這個法 這個法是一個特別法 所以新北市政府一直在扭曲這個第九條的規定 我就很生氣 他說他每一個文資他都說 要尊重所有權人的權益 等所有人同意了我們再來什麼登陸指定 這哪有這種的 這真正是不像話 所以文化精神保存法的修正案 已經在已經這一次要提到那個新的國會去討論了 希望國會討論一個非常好的一個修正案 這個很多都今天讓我們的很多委員也是覺得說 蛤啊怎麼只有古蹟有這個規定 為什麼文資地界沒有這個規定32條的 這個不能遷移或採除這個東西 所以我是希望我們可以今天要把 我們希望現地原地保存 然後配合方案我列為決議的一種 謝謝謝謝我們副市長 這個跟剛才這個我做的建議方向並沒有矛盾 我剛才想說給大家建議這樣的一個遷移的方案 但是對原地保留 對這個部分都可以來做納入這樣的思考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思考說 如果真的去想這個遷移 他能夠做到更好在哪裡 或絕對不行是在哪裡 所以如果剛才黃委員這樣建議 跟這個前面幾位委員的發言 我覺得也很好 我們就是說把這個方案五 他的這樣的一個部分的可行性 也納入我們在未來在這個思考的部分 好不好我覺得說 我們嘗試讓每一次討論 每一次的審議都能夠逐漸的聚焦 那這樣可能大家的這個疑慮會更縮小 但是聚焦的機會會更大 好不好我想這樣可以嗎 所以各位委員就是說 我們方案五 那還是按照三位委員的這樣一個建議 但我剛剛還是跟各位解釋就是說 我們是開放 就第一個這個方案的建議 讓大家從正面去思考 從負面去思考 那負面思考當然就是你講的 這個方案五十五分好不好 好就是說我還是強調 因為這個怎麼做都會很難 那外面有聲音 裡面有責任 那我們怎麼在專業上 能夠給大家思考 可是每一次結論 每一次的會議 我都希望能夠協助大家 整個委員會能夠往前推進 這是我最大的一個目標好不好 但是我還是強調 最後怎麼樣 主席跟市政府一定要負全責 好不會因為說委員會 到最後怎麼樣情形 都背給這個委員會 來做這個責任的壓力 就是說我們還是借重 大家的專業跟行程的共識 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今天還是謝謝大家 那結論我們還是照 民間的現況優化 民間的現況優化 我覺得這個案子似乎也可以 民間的現況優化 民間的現況優化 一個是張委員的這個第五案 另外一個是遷移 遷移是一個案 對吧 那麼另外不遷移兩個案 那其實就是說 這個這個後修正案先表決 本來是今天也可以表決了 因為潛在的委員 也有人贊成這個不反對 你只有如果能夠遷移的很好 比如說結構的加強 將來活化更好 原地意向保存 也不反對 是吧 這個就是一個遷移方案 另外不遷移方案就是兩個案 一個是原來的第五案 一個是民間提出來的 我想下一次如果能夠表決的話 就針對這三個方案的表決就可以 就可以比較氣息 是 不然的話一次再重複 大家先講啦講一下還是 是吧 是 非常謝謝新委員的指教 我們下一次如果這樣情形 大家就更聚焦 把三個方案的評估優缺點 那請各位委員也跟我們做深入的思考 那我們下一次我們就來做這個定案的討論 好不好 那真的沒有辦法達到一致的共識的時候 也許我們最後可能就要麻煩大家 我們來做一個決定的選擇 好不好 好非常謝謝 這個希望大家都能夠平安喜樂 我們建委弟往前走 好不好 謝謝 謝謝